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诺厨房 我是小诺 今天用豆腐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保证你吃一次就会爱上它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内豆腐 先把它切成条 在切豆腐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 我们反方向的切 这样豆腐就不粘刀了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丁 切好后把它收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西红柿 用叉子插住地步 家里没有叉子的也可以用筷子 然后放到美气罩上 用火给它烤一下 10秒钟啪的一声西红柿的皮就裂开了 再把它的皮接掉 这样给西红柿去皮非常的方便快捷 看看西红柿也是非常的完整 去皮后再把它对半切开 去掉中间的地 再切成片 再改刀切成丁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个清洗干净的香菇 先把它切成薄片 再把它改刀切成丁 切好后把它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半个胡萝卜 先把它切成片 再改刀切成粗条 然后切成丁 切好后把它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半个红椒 搭配颜色 先把它切成条 再切成丁 切好后收入盘中 一个青椒 把它切成条 再改刀切成丁 切好后收入盘中 和红椒放在一起 准备一块生姜 把它拍碎 然后剁成姜末 一段葱白 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块钱的肉末 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碗 往里面打入四颗鸡蛋 加入少许的食盐 增加底味 少许的料酒去腥 用筷子把鸡蛋打散 搅散后 再把切好的豆腐倒进来 用筷子轻轻的搅拌均匀 让豆腐均匀的裹上蛋液 接下来锅烧热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倒入鸡蛋豆腐 开小火慢煎 不停的转弄锅 让鸡蛋豆腐受热均匀 防止糊锅 热油炒鸡蛋 鸡蛋没有腥味 吃起来口感更好 煎至底部定型 再来个乾坤大挪椅 把鸡蛋豆腐翻个面 继续用小火煎 一直把它煎至定型 两面金黄 盛入盘中备用 锅中再次加入食用油 油热倒入剁好的肉末 小火煎炒 把肉末炒散 炒香 炒香后放入葱花姜末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后 再放入香菇丁 胡萝卜 翻炒均匀 炒至香菇丁 胡萝卜 微微断生 再放入西红柿丁 翻炒出汁水 把西红柿炒成绒状 然后再加入清水 大火烧开 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 体味 蚝油提鲜 胡椒粉去腥增香 鸡精 用铲子翻拌均匀 再把煎好的鸡蛋豆腐饼放进来 按压一下 使鸡蛋饼浸泡到汤汁中 盖上盖子 小火炖上三分钟左右 时间到打开盖子 再撒上青红椒丁 盖上盖子 再焖20秒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哇 真的是太漂亮了 太香了 把它盛入盘中 再撒上香菜 点缀一下 这样美味的鸡蛋豆腐就做好了 鸡蛋焦香 豆腐滑嫩 里面加入了香菇 西红柿 胡萝卜 肉丁 营养更全面 就连里面的汤汁 也是非常的鲜美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